你有没有发现,Windows 11的右键菜单改得实在太离谱了 常用功能全被藏起来,每次都要点显示更多选项,实在太烦人了 别急,我教你一招,只需要一条命令,就能快速一键恢复 Win10默认右键菜单 首先,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输入一键恢复Win10右键菜单命令,回车 按out键加F4键,选择重启电脑 就这样,Win11右键菜单被赶回来了 如果要赶回Win11默认右键菜单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输入一键恢复Win11右键菜单命令,回车 按out键加F4键,选择重启电脑 就这样,Win11右键菜单又赶回来了 如果想快速修改Win11右键菜单,又不想重启系统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批处理脚本命令修改 在桌面右键新建一个文档 把脚本命令复制到文本中 保存,把文本后续名改成.bud 双击运行 稍等片刻后,Win11右键菜单被赶回来了 如果要赶回Win11默认的右键菜单 在桌面右键新建一个文档 把脚本命令复制到文本中 保存,把文本后续名改成.bud 双击运行 稍等片刻后,Win11右键菜单又赶回来了 以上视频中用到的命令 为放视频说明栏里 仅供参考 我是台北小林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会持续分享最新的系统维护技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